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挽回与阿祖法之间濒临破碎的感情 当他们到达时 老者的到来似乎给这个紧张的氛围带来了一丝缓和的可能 阿祖法哥哥出于对老者的尊重 对老者进行了欢迎 然而情况却并未如康特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发展 或许是因为康特之前的种种行为让阿祖法伤透了心 又或许是阿祖法现在在情感上更加依赖哥哥 他对康特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度的冷漠和决绝 阿祖法甚至都没有给老者面子 直接毫不留情地叫康特和老者离开 康特试图挽回局面 急忙说道 这是老者买给孩子们的 他希望以此为契机 能够让阿祖法心软 能够让他重新接纳自己 哪怕只是一点点的缓和也好 但阿祖法却斩钉截铁地回应道 我不需要 现在我不喜欢你了 他的话语如同一把冰冷的剑 直直地刺向康特的内心 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绝望 阿祖法的气氛易于言表 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和决绝 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 他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与康特划清界限 不再给他任何机会 他不想再被过去的情感所束缚 不想再经历那些痛苦和伤害 康特站在那里 呆若无击 他无法相信 曾经深爱的阿祖法卉 如此决绝地对待他 他的心中充满了悔恨和自责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 他曾经的冲动 无知和固执 让他失去了阿祖法的信任和爱 老者在一旁也感到无奈和惋惜 他原本希望能够帮助康特 化解与阿祖法之间的矛盾 但现在看来 情况远比他想象的 要复杂和困难得多 他看着康特和阿祖法 心中默默叹息 深知感情的事情并非一错而就 需要时间和努力去修复 而此事的康特 虽然遭受了阿祖法的严厉拒绝 但他内心深处 对阿祖法的爱却依然没有熄灭 他知道自己不能轻易放弃 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过错负责 必须要努力去挽回阿祖法的心 他决定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 寻找更加合适的方法来 重新赢得阿祖法的信任和爱 在这个充满挫折和困难的时刻 康特面临着人生中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需要在阿祖法的决绝面前 保持坚定的信念 需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改变和诚意 而阿祖法也需要时间去平复内心的伤痛 去重新审视自己与康特之间的感情 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无论如何 他们都将在这场情感的波折中 经历成长和蜕变 也许最终会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 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 喜欢的家人可以给小编点一个赞 然后把免费小花花送给小编 大家的每一个赞和每一个小花花 都是小编持续下去的动力 在此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上个福音 原来我们下期再见 但是你…